用潜艇来当航空母舰 用巡航导弹来运送邮件 听起来不可思议吧 但其实这都真实发生过 并且追溯起来连语言头都是一样的 怎么回事呢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 虽然哪怕在今天看起来 前色弹道导弹都是一个挺高科技的玩意儿 但其实美国人在1950年代 就已经有了从潜艇上发射大型导弹的想法了 当然与今天不同 这些带着翅膀的巡航导弹 是不能够在潜艇摸入水中的时候发射的 取而代之 它需要潜艇首先浮出水面 再升起一个倾斜的坡道后才能发射 为了验证这样的想法 美国海军先是建造了两艘 被称为挥背级的裁电混合动力潜艇 让它搭载4枚巨大的天使星2型 超音速战略巡航导弹 从海面上发射 成功了 看起来这就是未来的模样 于是受此鼓舞 海军又进一步建造了一艘大比目渔机 潜艇 它可以再加一枚 一共携带5枚这样的大型导弹 并且为了防御敌舰 它还装着6根533毫米的雨雷发射管 一同加法下来 使这艘100米长的潜艇 同为了一个5000吨级的海峡巨兽 并且由于使用了S3W核反应堆 这个巨兽还不受航程的限制 想游到哪就游到哪 从而使原本只有1600公里射程的 天使星2型导弹 也因此凯了挂 实现了无限的射程 这样的好处被两架单位同时看中 都觉得这中间蕴藏着无限的机会 咱们先来说第一个 海军 二战当中航空母舰用真真实实的战绩 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但是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5艘损失再搭上另外7艘护航航母 让海军心疼不已 所以要是能够有一种 能够再把飞机放出去之后 还可以下沉的航母该多好 而大比目鱼它部署的有着机翼的巡航导弹 从尺寸和重量上看起来都跟能够载人的战斗机相差无几 能不能把它变成一艘理想中的能够下潜的航空母舰呢 于是美国海军以大比目鱼为基础就设计出了一个代号为 AN-1的潜艇航母出来 它将携带着8架战斗机 存放在舰艇内的两个吊架内 在发射的时候呢 跟前面的挥背机一样 AN-1呢也将浮出水面 把战斗机转移到倾斜向上的支架上 使它能够以接近垂直的角度来起飞 当然光靠飞机自己的发动机呢 显然是不够的啊 所以一旦飞机固定好 就需要为它装上单独的助推器了 飞机使用助推器来发射成空 在获得了足够的速度和高度后呢 再利用自身的发动机来保持飞行 根据海军的计划 AN-1潜艇航母呢 可以在短短的6分钟内发射4架战斗机 在不到8分钟的时间内 发射全部的8架战斗机 虽然今天的尼米兹级超级航母 在全速前进的情况下 每20秒就能够发射一架战机 但8分钟8架战机的发射速度 在当时呢 仍然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啊 尤其是对于营收 发射后可以再次下潜的航母而言 最初海军希望在这个新型航母上 使用常规战斗机 并且短暂的考虑过 使用格鲁曼F11F虎式战斗机 但1950年代的航空业的发展 异常迅速 以至于虎式很快就被认为太慢 而无法同对手竞争 所以海军就转而委托波音公司 让他们设计出一架不仅能够实现 从潜艇上垂直起飞 还能够最高飞到3马赫的飞机来 波音说垂直起飞啊 真没啥问题 一台推力23000磅的主发动机 外加两台可回收的抛弃式助推发动机 就可以搞定了 但是回收这事儿呢 还得仔细合计合计 你看潜艇航母 它没有正常航母 那个用来供战斗机降落的 足够加班空间嘛 咱是不是也得学 Elon Musk一样 在海上平台上垂直降落呢 可是啊 即便那是在半个世纪以后 也要在炸了无数次之后呢 才是能够完成的事情 在1950年代对再有经验的飞行员而言 降落时转头看着身后再小心翼翼的控制着 喷气式发动机的油门 这显然魔幻的有点夸张了 稍不注意就连飞机带潜艇一起高层了 得慎重才行啊 于是就这样纠结着纠结着 纠结到了军事格局 再次发生变化了 新型弹道导弹出现了 干嘛还冒着危险偷偷摸摸的把飞机送到敌人的鼻子下方呢 还是老老实实的发展正儿八经的航母吧 N-1呢 也就不再有下吻了 那咱们再接着说说第二家看中海面巡航导弹的单位了 美国邮政 1959年的6月8日 一枚天使星E型巡航导弹 冲停在佛罗里达海岸附近的美国巴贝罗号潜艇上发射 它的目标是大约160公里外的一座海军辅助航空站 诶 自己人打自己人这是要反了吗 当然不是啊 这枚巡航导弹的弹头里面呢 装的不是炸药 而是三千封一模一样的信件 它们是由邮政总局局长亚瑟·萨莫菲尔德 署名后继给艾森豪威尔总统 尼克松副总统 国会成员 以及其他一些政府要员的 人类的第一封导弹邮件 在萨莫菲尔德将这些邮件装入红蓝两个金属桶里面 并亲自把它们放到导弹的机身中后呢 它仅仅只用了22分钟的时间 就准确地降落在了目的地的跑道上 手握这些及时送达的导弹邮件啊 邮政局长激动万分 他看到了未来 看到了希望 他说 这是和平利用导弹的最佳方式了 谁家的邮政局 步子都没有我们卖的这么大啊 在人类还没有登上月球之前呢 我们家的快递导弹就能够在几小时之内 把信件从纽约送到加利福利亚 送到英国 送到印度 送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好吧 他显然自信过了头啊 如今人类登月已经过去了50多年了 但导弹邮件也就只象征性的非了那么一次而已 并且那仅有的被邮政局长看起来是开创邮递新未来的一次呢 还只不过是美军在冷战时期 利用微妙的方式向外界传递出了一个信号而已 你们看我的导弹飞行精度如此高 连邮局送信都可以用它 那么送什么不可以呢 不知道萨莫菲尔德事后反应过来是何感想呢 好了 这个呢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是火箭书 关注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